因為很多長輩 他的核心肌群不太夠力 但是深蹲會受傷 所以我們微蹲就好 你會發現微蹲的時候 這個肌肉是比較硬的 你會發現你自然會用力 有沒有感覺 就是微蹲跟站起來的感受 完全不同 竟然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當你在微蹲的時候 上半身就不會動了 對 微蹲它是下半身在 現在我們才要體驗一下 這個垂直律動肌 那老師 洛杰斯 我們第一個動作 可以做什麼呢 對 當然就是 我們在做動作之前 建議大家先喝個 兩百七七的溫水 OK 好 做任何運動之前 補充水分 第二個呢 你可以穿 你可以刺腳 你也可以穿運動鞋 建議大家在家裡面做 還是盡量要刺腳 我們只是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第一個動作 其實大力大家可以伸直 因為我們其實越來越少 手把他伸直了 因為這個動作可以 減少我們一些肩周的一些問題 五十肩的一些問題 運動真的可以改善很多問題 所以大家都運動 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們可以微蹲 雙手自然向下 微蹲就好 微蹲 不需要深蹲 因為很多長輩 因為他的核心肌群不太夠力 但因為深蹲會受傷 所以我們微蹲就好 你會發現微蹲的時候 這個肌肉是比較硬的 你會發現你自然會用力 有沒有感覺 就是微蹲跟站起來的感受 完全不一樣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當你在微蹲的時候 上半身就不會動了 對 微蹲他是下半身在 他等於在完全在刺激跟加強我們下半部的 這個肌肉的核心肌群 所以雙包含腿部關節之間的核心肌群 也會訓練到 如果您是長輩記得微蹲就好 如果是年輕人 有練過的話就可以深蹲 深蹲 我是年輕人 一段時間想要放鬆舒緩 你可以把速度調慢 因為我們剛剛說過要有快有慢 你可以坐著 這也可以坐著 它有七段 由慢到快 所以你可以自己選擇 所以這是我們坐下來 如果我們運動完畢之後 想讓自己放鬆 你可以用比較慢的速度 然後最後一個動作也建議大家 如果你是比較年輕的 然後因為你的肚腹肥肉很多 你想要加強這塊肚腹的肌肉運動的話 你只要很簡單 就是比較好的這個律動設備 一般都會加上把手 所以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做核心肌群的訓練 然後腳要翹起來 對 腳要懸空 然後你可以用指 原來這個把手有這個好處 是 你就可以握住這個把手 做核心肌群的概念 那你可以做伏地挺身 當然 當然 所以其實一個好的律動設備 最好可以同時滿足什麼 有運動的效果 有放鬆舒緩的效果 而且可以根據不同的年齡層 去進行加強 我覺得這很重要 好 我們現在請Loran老師 實驗給我們看一下 就知道怎麼樣的垂直律動 跟它的穩 對不對 老師 是的 要讓所有的觀眾知道 如果你家裡已經有買律動機了 那它是不是屬於一個比較 相對安全的設備 因為我們都知道運動最怕運動傷害 對 所以你可以家裡面 如果有類似這樣的肌群 我們就可以測試一下 它的穩定性跟平衡性 首先當然我們要打開嘛 我今天就隨便找了一台 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它的穩定性 因為我自己也是住高柔嘛 所以安靜很重要 所以我們打開來看了以後 我現在用很快嘛 我也可以用慢一點點 來跟大家測試 我現在用最快的方式 來跟大家測試 第一個 你會發現 在作動過程當中 是很安靜的 對不對 震動 其實你可以明顯看到 我現在是在垂直的律動 看得到很清楚嗎 好 第二個部分呢 為什麼用積木 這個積木就像我們的骨骼 是這樣一層一層堆疊上去 這過程當中 如果你本身 不是穩定性的情況之下 很容易造成你骨骼的二次傷害 所以如果你家裡有積木的 你可以拿來測一下 你自己的這個律動機 安不安全 穩不穩定 第三個就是我們剛剛說過嘛 材質也要穩定 最好是剛性的材質 扎實通常代表 就會安靜度越高 所以就要選擇 比較金屬材質 然後因為有時候 我們會搬動嘛 如果搬動的話 如果外面可以加兩個把手 對於搬的方式 就會比較輕鬆一點 另外在做這個運動的時候 可能有些人會說 你們是不是把他黏起來了 擔心我們好像是做假 其實不用啊 我們可以親自推就知道了 對 證明一件事情 你們是不是把他黏起來了 擔心我們好像是做假 其實不用啊 我們可以親自推就知道了 證明一件事情 對 它事實上都是組起來的方式 所以你就可以模擬一下 我把它站在上面的時候 其實我在律動的時候 是很安全 如果你家裡面還有一些 就是類似這樣的 骨骼的一個裝置 你可以來測試一下 這就模擬我們人體站上去的時候 那個對不對 骨骼的隨著這個律動機的一個律動 是嗎 老師 是的 就是下面就是我們的腳 對不對 其實基本上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不穩定的狀態之下 我們把這個類似骨骼的設備 放下去之後 它其實會震得很大聲 但是你可以發現 我們人站上去之後 其實也還是非常安靜的 而且你可以發現 整個骨骼是不是在上下震動 有沒有發現很明顯 所以代表你可以從腳底一直震到頭部 可是過程當中很安靜 而且其實一個好的律動機 應該要能針對我們國人的體重 大概至少能負重的大概一百二十公斤上下 因為你知道有些人比較胖 會相對比較安全 所以如果您家裡有很多的律動機 你可以做一些簡單的測試 來確定它安不安全 當然安靜很重要 千萬不要造成樓上跟樓下的困擾 而且你可以發現過程當中 我們的桌子其實沒什麼震動 真的耶 對 對 你就會證明說 他其實這個律動機 不會造成你樓地板的破壞 樓地板的那個 對 聲響跟破壞 有些是木頭地板 我們擔心他會造成木頭地板 場景使用的破壞 這好穩定 因為他本身其實是很晃的 他其實是晃來晃去 有沒有看到 晃來晃去 但是他在上面卻很穩定 是 就代表震動頻率跟震動的方向 定速 定頻 定率都可以有效控制 這樣讓你在運動上 有些家裡有長輩的會更放心 而且我們這樣測試之後 可能你在選擇上會更清楚 然後是不是在使用上會更安心 因為就像老師說的 我們要運動 但是不要傷害 當然啊 對 所以今天有跟大家整理了 以下就是如果你各位要挑選 這個安全性的 老師的心得分享 可以說是一個居家運動的風潮 律動機 那您個人的分享 就是說有一些這個 人家講濃縮版的精華 對 就是教大家在挑選的時候要注意 因為我們都希望運動 是為了照顧我們身體健康 千萬不要讓運動造成傷害 所以在幫家人挑選一些比較聰明的 一些運動設備的時候要注意 第一個當然材質上 一定 盡量大家還是選擇 鋼材啦 因為兼顧耐用 耐久很重要 你總不需要買一台設備 一兩年就壞掉了 是 這很重要嘛 第二個 安靜一定要記得 因為我們不要再造成 樓上樓下的客宿了 而且也不要造成家裡的裝潢被破壞 第三個 就是他整個 我們一定要能滿足 我們大多數的人體體重 有些可能只有幾十公斤不夠 因為你知道有些人已經比較胖嘛 所以我們在不同的體型上 都能同時負荷很重要 第四個就是整個運動過程當中 確保他都是上下垂直的概念 所以你可以做一些簡單的測試 比如說我們剛剛用積木 或者是有聰明的消費者 可能自己手機有一些測 我們這個所謂的頻率的這個APP 你也可以來測試看 然後再來就是很重要喔 然後所有的運動都要由慢到快 因為慢速度可以讓我們放鬆舒緩 快速度可以加強我們的運動效果 所以有慢有快才是王道 另外還有就是最好是盡量選擇一些 臺灣生產製造的 然後保固期限可以長一點的 比如說三年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一個設備 保固期限如果敢說的越長 通常代表那個廠商 經得起考驗是不是 經得起考驗 沒錯 考驗時間比較久一點 他是臺灣生產製造的 你以後要是有什麼樣的問題 你比較早得到人負責 對 跟大家分享 所以大家如果挑選律動機 一定要有聰明的選擇 尤其是為自己的長輩挑選的時候 希望大家就是更關注長輩健康需求 外殼材質會呈掉他的剛性 那我們就是運動設備嘛 尤其是你在站在上面的運動設備 那你要知道我們人有不同的體重 而且在震動過程當中 等於抗地吸引力 如果材質是塑膠的是軟的 其實很容易造成材質 因為過軟造成你會有運動傷害 第二個就是說 就是說不是只有材質 內部最好也是有一些機械的一些構裝 最好還是金屬構裝 因為有很多是水塑膠構裝 你用九月磨損 運動是在不知不覺當中 容易造成傷害 那當然還有就是為什麼是定向 因為你知道我們人呢 平衡力不可能像運動員這麼好 如果你一下是垂直律動 一下東扭西扭 很容易造成髖骨這邊的受傷 或者是你的平衡力不夠 站在上面 也可能造成你的骨骼 跟關節的二次傷害